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让中年女性四个子 一扫成堕感 颓丧感 变得轻盈 动人 充满生机 她说 我只是对一些人的审美有质疑 女演员的魅力 什么时候仅限于少女感 她以健康的状态 向为幼了中国女性多年的病态审美 大大的比了个中指 谁说只有柔弱的 瘦不垃圾的幼女态 才是美 中年女性一样经验四方 谁说女性只有呈现一幼弱感 可控感 没有攻击性的状态 才被追崇 中年女性的生命力同样风华绝代 她说 普通的美丽是没有光的 光泽感需要自己去打磨 而她如己所愿美出光泽 如实着欲 如沙画珠 爱樱桃的魅力不是口海 她一点一点的 由内而外将它们移出来 而魅力源泉 意应专业 爱樱内在 考军艺 已高出录取线100分入学 毕业大戏 夺得第五届中国话剧金师奖 第十五届白玉兰女主角奖 全军新剧目展演个人表演二等奖 容力三等功 前所未有 一名惊人 她以傲然之姿 走出校门 而门外依然是万里风光 她在杨贵妃密史 武则天密史中大放一彩 红颜如梦 美人如红 一展颜 一台眸 艳绝天下 展现风情时 堪称纯玉天花板 隔着屏幕都能感到富若宁之面如桃 现实题材同样出众 鸡毛飞上天中的洛玉珠 历经沧桑 受尽苦难 演出了一个时代的史诗 多个片段成为经典 进入表演教材 前两年 又以人世间的珍娟一角 撞够了整个朋友圈的眼泪 也留下了一个影史经典符号 她拿下第31届金英奖最佳女主角 而这样的奖项 至于她而言 已经是家常编范 2006年 平搭错车拿下金英奖 2013年 平温周一家人 延安爱情拿下飞天奖 2017年 平鸡毛飞上天拿下白玉兰 2022年 平人世间再次拿下金英奖 奖项加深 光芒闪烁 她可以无愧地说一句 我就是实力派 专业是底气 是立身之本 任何一个女性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做到出类拔萃 都有光 都有四件魅力 樱桃也是如此 因为奖项大满贯 和超强演技 她的美 不是空学来风 有根基 不虚 不可泄完 任何人见了都得进三分 也因此 她更加尊重自己 清醒坚定 三出道多年 她几乎没有绯闻 不以人设撰关注 不靠炒作转眼球 不求流量以维持热度 她始终在做他自己 哪怕是婚恋 有一年 她参加金星秀 谈到了自己短暂的婚史 那段婚姻 她本可以不提 因为几乎没有人知道 没有婚礼 没有共同生活 两地分居 只领了一个证 情感基础也薄弱 更关键的是 前夫已入狱 被判一零年 但她还是主动提了 她说 两人是老乡 在一起两年 结婚只一年 便离婚了 前夫叫沈俊成 原名沈丽 海归 富二代 小她两岁 沈俊成的父亲 是中国移动重庆分公司 董事长 权势极大 从英国留学回国后 父亲安排她去了华为 再之后 她去了华为公司 驻成都代表处 两个月后离职 但一直挂名 明星131万 同时 她通过与父亲的朋友 一起开公司 获取1309.5万 而这些收入 被查出是利用 父亲职位谋取私利 也就是受贿 2011年案件宣判 沈俊成父亲被判死缓 沈俊成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而此时 樱桃与沈俊成 早已离婚 离婚的原因 据樱桃说是 一年见不到几面 如同陌生人 偶尔交流 吵架居多 沈俊成一直要樱桃退圈 或少接戏 樱桃当然不愿 最终 两人分道扬镳 2011年10月11日 沈俊成已案庭审 樱桃没有来 他四次离开这个人 以及这段生活 再为回头 因为沈夫身份 养人婚礼没办 低调领证 从未伸张 所以知道的人极少 如果不是他主动说 没错 我离过一次婚 但现在的确 不用再依赖任何人 关于这段往事 可能就此成为云烟 三世在八卦深处 但他还是坦当面对 不惧一切 没有勇气与底气 实难做到如此坦然 之前与之后 他也多次被催婚 李静催他30岁了 可你还没嫁出去 因讨笑 我想嫁 随时都可以 在另一节目里 又提到母亲多次催婚 但他未曾因他人催促 儿子乱不妨 也未曾因社会 粉丝 亲友对他的期待 仓促进入某种关系 他在情感上 更加审慎 不讨好 不将就 如果不是那个人 那么继续一个人 才真正对得起自己 四更多时候 他在远离繁华的地方 独处 在郊区 他买了一个院子 房子很偏 但清新自然 院子有花草 光阴有诗意 花为墙 树为顶 枝叶微蕊 墙微繁盛 也种了果树 有水蜜桃 石榴 每一寸土地 都在静默地滋养他 回报他 无论白昼与夜晚 院子都是静静的 远离喧嚣与真值 远离尔虞我诈 与虚情假意 只有虫鱼与虫鸣 以及风吹花叶的 沙沙声 全沸声 他种了很多花 也有树 甚至莲池 繁花是衣巧思 装点室内 一进门 玄关就涌来 一层绚丽 一盆花香 倒台上 又有鲜花相伴 寻常日子 自此多了三分试意 七分凝合 屋外 花谱是花朵的大本营 室内各处桌子 也成了花朵的家 窗台边有花 餐桌上是花 整个家中 没有浮夸的家具 但绿植处处 主人的审美与品味 尽在其中 乍看起来 这如同一个农房 但只要他回到家 会最快地静下来 慢下来 一笑 春意迎门 一行走 花香满尽 哪怕厨房 也有竹影参丝 如同画卷 偶尔有朋友前来 晒着太阳 就着好时光 煮一碗粥 泡一壶茶 半春繁花开满 半生岁月引尽 他在满愿绿意中 深呼吸 吐纳 冥想 元气凌厘 终身舒展 生命和其美好 活着真的是一个祝福 可能也正因了 这不及不虚的节奏 这次再自由的日子 他不焦虑 也不虚妄 生下去 沉下去 去琢磨人生的脉络 去体察人性的优微 又将看见的 思考到的 回馈给角色 创造一个接一个经典 是啊 一切都值得 步步生花 日日有光 为什么不好好爱 好好活 好好创造与享受 当然要向善 向美 向好 很多时候 生命是一个循环 急纷纷 乱糟糟 苦不开言的人 将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继而更加急纷纷 乱糟糟 苦不堪言 而自在 轻盈 清醒坚定的人 会越来越从容 将日子过得越来越自在 轻盈 清醒坚定 爱 降临于不缺爱的人 幸福 繁衍于幸福的家庭中 倘若樱桃是一个启示 我想 首先要有底气 去让自己有选择 选择对的 拒绝不对的 选择合适的 拒绝消耗的 进而在良性的环境里 积散 发力 远离泥沼 召唤到善意与美 朝着清明美好的方向去 这个过程当然不易 但 人生这么长 一切都来得及 愿你最终踏上繁花开满的路 在理想中央 内外谦修 如风自在 享受时光的每一寸温柔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